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好 我們看到今天禮拜二的台北股市 很多人的心情一定看著指數的話 會覺得七上八下 一早盤指數的部分 是在美股大漲的激勵之下 往上來衝高 最高漲到9598點 哇 漲了四十幾點上去了 然後呢 又看到股王大力光 一早拉高上去 最高多少 哇 衝到三字頭的價位了 都覺得說報紙所寫的嘛 那外資現在要拉大力光 讓整個指數的部分來攻萬點 所以都覺得 哇 那現在這個行情 應該準備要衝了吧 結果呢 如果你真的衝上去 馬上套在高點 下半場指數翻黑下來 一度還下跌四十點 從漲四十六點變跌四十點 然後重點還不是指數在跌 你今天如果有在看盤 會發現好多中小型股 尤其前陣子一些生技股 漲上來之後 今天都出現一個急殺走勢 甚至包括我們這一波 車用電子大賺的儀頂 哇 一度都這個當中殺到 差不多跌停下去 那這時候一定又很害怕 怕說大盤好像不對了 開高走低 又想要開始砍股票對不對 那我會跟大家講 如果你做股票 都是用這種做法 大漲很興奮 大跌好害怕在砍股票 那在股票市場裡頭 你一定到最後會賠得很慘 因為你都是在靠感覺 那我常常講感覺是錯覺 因為感覺會讓你做出 錯誤的決定出來 會害你在高檔 哇 拼命做多套勞在那裡 會害你在低檔殺低 然後一殺又殺在最低點 那擺脫這種宿命 當然其實我會強調 重點你就要懂得 理性客觀的來分析判斷 那大盤的部分 其實我在前幾天 已經跟大家解得很清楚 關盤重點就只剩下一個 誰呢 台積電對不對 那台積電我跟大家談到 大盤指數如果要攻 挑戰9775 除非台積電要過148才有可能對不對 那有沒有過都沒有過 所以我不會寄望說指數要噴出 要大漲要上萬點 我做股票也從來不希望指數會上萬點 上萬點有什麼好 上萬點只會擔心 接下來會不會崩盤對不對 那再來會不會大跌 我說指數除非台積電跌破141.5 指數才有可能下探9350到9250 那目前最有可能的 這當中台積電會在141.5到148之間來做整理 那大盤的部分也就會繼續 在這邊做一個區間震盪 9600點上下來回震盪 那我們看看是不是這樣的現象 今天台積電有沒有攻 沒有攻最高143.5 可是它有跌嗎 最低又是在多少141.5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141.5 這個價位 當然有我在技術分析當中看到的理由 那其實你也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台積電低點都不破141.5的時候 這代表什麼 代表大盤指數 背後有沒有一個控盤大戶在那裡 控制著指數 有 對不對 那從台積電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目前這個控盤大戶 雖然沒有意圖要讓指數攻上去 可是它也不讓指數跌下來 它就讓指數繼續在這邊區間做震盪 好那這種震盪整理格局當中 當然重點我不會帶你去猜說明天要漲要跌 我覺得那個也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我帶大家做的不是指數 大家都要做的是股票 那區間震盪整理的時候 其實我就按照我的計畫 還是按照我之前的策略 鎖定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裡面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一檔一檔推薦給大家 那今年我們持續鎖定的產業在哪裡 好我也跟大家講得很明白 去年12月份開始 我們就已經持續鎖定在 被低估的殺手級產品 Apple Watch的身上 那過兩天Apple Watch就要發表了 對不對 那我們看到相關的一個概念股 這一波我們鎖定日月光鎖定起基 對不對鎖定這個新日星 那日月光的部分 當時融資在大減 股價不跌指數在拉回股價都不跌 我提醒大家 這已經有大戶在進貨 技術面轉強的機會開始出現 那也跟大家談到日月光 在整個半導體 現在在這當中 系統級封裝 將要大幅度這當中 這個變成市場的 這一個明星星技術的時候 日月光是裡面的市場領導者 也跟大家談到 他已經掌握到Apple Watch的一個新訂單 帶動今年第一季開始的業績 將要大幅度成長 趁著大戶在進貨技術面轉強 那時候12月份 有沒有人要買日月光 你去看全市場投顧老師 我敢跟你保證 沒有人在那一個時候 跟你推薦日月光 大部分的人都在講 因為那時候大盤亮不見了 12月底 這個聖誕節快到了 亮不見了 然後呢 大家說大型股不會動 不用去管它 我就是在趁那那個時候 別人不管 好我們逢低在佈局 那時候30幾塊的價位 對不對 那現在已經漲上來 漲到47塊多 那我也跟大家講 不再追了啦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跟大家講的很明白 我們Apple Watch相關的股票 準備等它4月24號上市之後 找個賣點 準備向上來做一個逢高 準備獲利了結的動作了 這都是我講過的 那當然你會看到今天日月光 還是繼續漲 指數收盤跌18點 日月光的股價還是大漲了超過1塊錢的幅度 那其實不只新日星 不只日月光 包括新日星 也是在當時法人殺出低檔出量 股價不跌的時候 提醒大家誰在買 如果看得懂的都知道 這裡其實股價在這個地方看似弱勢 已經有轉牆訊號 因為大戶已經趁機在進貨了 那時候的新日星股價大概在67塊附近 現在呢 當然從67塊到70幾塊 70 71塊 那現在已經漲到80幾塊 禮拜二指數這當中開高走低下來 很多中小型股都出現急殺 新日星呢 還是繼續的往上拉上去 收盤又大漲了1塊6的一個幅度上來 那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跟大家還是強調 Apple Watch最近這當中 相關供應鏈的概念股 我不會再大家去追 因為我們你看到 新日星我是買在67塊 買在70到71塊 日月光我們買在37塊 這個地方我們只會等一下 只會拉上來 等著要來做賣出 等著準備破利路帶了 這我講過 那現在我們接下來鎖定的重點 在哪裡呢 特別強調 今年我們鎖定三大重心 智慧手錶之外 再來就智慧城市跟智慧汽車 尤其車用電子汽車電子這一塊 我說過 在今年是我們持續在鎖定 長線最有爆發力的一個電子產業 好 那裡面尤其包括了這個當中 ADS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節能減排的系統 還有包括汽車安全的一個駕駛輔助系統 以及車載訊息系統 汽油直噴還有包括胎壓偵測等等 這個部分正是在這兩年 整個汽車電子當中 正在加速成長出於萌芽期的一個 這個重點產業 重點的一個電子零件 那這也是我們在持續鎖定這當中 裡面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找出來要推薦給我會員朋友的重點 好 裡面當然龍頭指標的起跡 我們在之前就跟他從股價 那時候還在67塊以下的價位 67塊8以下價位到65塊半之間的時候 就在跟投資朋友推薦了 好 跟大家講這裡股價第一個底部已經成型 技術面上來看有大戶在進貨 隨著智慧家庭跟汽車電子 都在這個當中大幅度成長 今年起跡會非常有爆發力 漲到76塊1壓回來 3月26號大盤指數回跌到9500點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講過 這地方強勢股拉回回測季線 注意買點又到了對不對 那當時股價70塊8以下的價位 也都再度帶著會員朋友買 那結果呢現在起跡也看到都持續的 再創新高上來 大盤指數最近是這樣 來回震盪 一下子大跌 一下就急拉 一下子就跌下來了 可是我們要起跡呢 上個禮拜是12345 連續五根的長紅半 繼續的往上漲 那當然這個地方創新高 我也不會建議投資人再去追 我做股票的方式 永遠是要懂得領先市場 我們要太弱則強 但強勢股是在股價低檔 有大戶金貨 轉強訊號出現的時候 我們會在這裡鎖定 所以當時的起跡 在67塊8 在70塊8以下 我們都建議會員朋友 逢低再佈局 逢低再佈局 現在大漲創新高 我們就不用再追 那宜鼎的部分 更是我們去年從70塊左右 就已經推薦給所有 這個特別會員的一個小型股 那因為有一些小型股 成交量平常沒有那麼大 像宜鼎那時候 我在買的時候 一天成價幾百張 五六百張而已 我不可能帶我所有的 會員朋友都去買 所以有一些小型股 我們會保留給特別會員 那大型股的部分 像起跡 像日月光這種股本夠大 平常成交量也夠大 就所有的會員朋友 通通都可以來做佈局 那宜鼎的部分 當時股價在70塊 71塊附近的一個價位推薦 今年二月份的時候 也在95塊 橫盤整理了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大戶 又在默默的一個進貨了 那整個股價上來看的話 這一波當然現在起跡 從當時70塊也好 然後是95塊左右的價位也好 現在已經漲到131塊8 半的一個價位 我也跟大家講過 這裡就不要再去追 那今天股價出現一個急殺 你問我會不會緊張 其實對我會員朋友來講 已經不用緊張 短線的部位 已經放進口袋 獲利入袋了 對不對 長線的部位 我們的成本夠低 對不對 成本夠低的情況之下 這裡劇烈震盪 那如果去追 當然會很緊張 可是你看到 如果能夠像我們這樣 低檔佈局的話 做股票就可以很安心了 那在接下來我們在鎖定的 其實從起跡 從儀頂也好 或是上個月 我們推薦大家另外一檔 車用電子的黑馬股 我們提到 去年稅前就有3塊7的一個 EPS 今年在車用電子的部分 都開始收割 業績開始大幅度成長上來 也發現有大戶默默 在進貨的動作出現 那最近看到大盤指數劇烈震盪 像上個禮拜四 這個 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股價是出現急殺 它就不跌了 那今天大盤 開高走低下去 你會看到它股價 雖然也一度在當中 跟著急殺翻黑 但是有沒有發現 當指數下半場 還是收黑的時候 它的股價已經急拉 又突破今天的高點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都提醒大家 誰在買 為何而買 那你會發現到 4月份 3月份推薦的時候 在這裡 現在股價都已經墊高到這裡 那融資在這段期間 是大減的 可是股價卻是越墊越高的 這代表什麼 好 去想一想 我只是提醒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當你注意的只是指數 哇 早盤急拉 好興奮喔 美股大漲好興奮喔 去追 哇 追到高點了 下半場殺下來 一堆中小型股跟著殺 你好害怕喔 你在那邊在意指數 上衝下息 心情跟著七上八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都是不必要 最重要的是 你要去觀察市場資金的結構 你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大戶現在都在積極 鎖定到今年最有爆發力的 電子產品 誰 車用電子的身上 從企機到儀頂 到我們剛才所說這樣的股票 都有大戶已經持續在卡位了 那這才是我說 你在這個階段 想要賺錢最重要的關鍵 這其實也是我在帶我會員朋友 操作的時候 我根本不管指數 今天早盤吉拉還是尾盤沙沙翻黑 關鍵的是我們手上的股票 在這邊 是不是已經有 我們鎖定的電子產 這個車用電子的一個產列當中 所鎖定的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現在已經有轉強訊號出來 有大戶在進貨了 有轉強訊號出來了 有我們就會一檔一檔 繼續推薦給會員朋友 像企機像儀頂 或是之前Apple Watch的 日月光新日新這樣 所以在接下來 我們正在扯定全新的一個焦點 這都是我們這幾天 趁著指數劇烈震盪的時候 正在密集鎖定的重心 包括像這樣子的一個股票 80%的業績 來自於智慧城市雲端的產品 20%來自於車用電子這一塊 那智慧城市這一塊 業績持續在走高 二月份三月份 這當中 業績都是營收在創新高的 第一季估計 季爆當然會有亮眼的成績 車用電子這一塊 現在也打入到 歐系的汽車大廠訂單了 而且也打入到這當中 全球最大的汽車電子的 通路商的供應鏈裡面 帶動現在的業績 都會往上來做成長 而目前股價還比進值來的低 進值是42塊 股價現在才20幾塊 像這樣的價位 像這樣的股票 我們都會建議投資朋友 趁著大漲之前 最近已經有大戶 默默的開始進貨 轉強訊號慢慢的出現的時候 我們會開始來做佈局 包括像這樣子的股票 這都是在車用電子當中 我們發現 他百分之百的產品 都是來自於汽車相關的 尤其在車用發電機的部分 現在很多中國車廠為了要強化 這都在強化發電機的效能 大幅度增加這個原件的需求 為什麼 因為這可以做到所謂的 代速時候的一個碳排放量 那這個部分的需求大幅度提升上來 再加上下半年新的產品 車用的穩壓IC 都已經開始 這個跟國際大廠在做試單 下半年就會開始來做量產的情況之下 業績都有機會更上一層樓 這都是我們在做股票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我不像其他投股老師一樣 在那邊亂槍打鳥 一下子帶你買網通股 一下子帶你買生技股 一下子帶你買太陽能 一下子帶你買傳產股 什麼都要買一樣 我們就是做股票 很專注的鎖定在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那今年就是鎖定在智慧手錶 智慧城市跟智慧汽車 尤其最近的智慧汽車 更是我們積極鎖定的重點 去找出來裡面具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去檢視哪一些股價已經在低檔 但是有大戶在進貨 股價在低檔 但是已經有轉強巡號出現 一旦出現這樣的個股 就像之前企機也好 怡頂也好 或是Apple Watch的日月光 新日新也好 我們就會積極的推薦給大家 甚至很多會員說 那老師怎麼每次都能夠 去掌握到一檔股票 第一檔居然就開始轉強了一個機會 如果說投資朋友想瞭解 想要來把握 在我部落格裡面 都有提供雲端的教學 裡面提供別人沒有的服務 除了盤中指令 個股帶你進一定帶你出 分析日記大盤 個股完整的解析之外 部落格裡面有雲端書櫃 裡面提供大家 技術分析的電子書 雲端教室 超盤級技術分析的課程 就是在教大家 怎麼樣去看懂大戶的動作 怎麼看懂股價 轉強還有轉弱的訊號 讓你這當中能夠 去提前把握到 領先市場低檔佈局的機會 甚至每個禮拜 還有兩次的實戰教學 教大家一邊學一邊賺 那有什麼不明白的 還可以利用部落格裡面的 VIP room 即時聊天室系統 都可以跟我來做一個詢問 那這當中詳細的內容 我們都歡迎大家 休息時間 廣告時間 就可以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來做聯絡 也順便來預約 下一支遺頂 或是下一支起機 休息下第二階段 還有更重要的投資亮點 我們馬上再回來 還有銀髮族專屬檢測項目喔 這裡的教練親切要專業 那我也要定期來檢測 運動九九 健康九九 教育部體育署關心您 成通投顧高老師 集聘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7525868 0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成通投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為公司營運主席 第三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金銜持股持股其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精準分析穩健獲利無往不利 讓您成為股市中的常勝軍 成通投顧值得的托付2752-5868 恢復家園時請穿雨鞋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mari淘槌 大家好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 現場 在最近的操作指數 再來回震盪的時候 我一直跟投資朋友提醒 你要去做好掌握結構 太弱折強的工作 弱勢股 尤其有一些產業趨勢 持續向下的 包括像智慧手機跟面板 這我都持續提醒大家 面板股的部分 我也之前跟他講過 下半年会有8座的8电5代厂 在中国大量的来做开出 整个产业的供应链来看的话 供给面的话都会大幅度增加 下半年变成一个供过于求的局面 要特别小心 那今天很多人在问我 可是这里面龙头指标的友达 听说有机会打入到iPhone6 新的iPhone的供应链 那这不是天大的利多吗 应该要抢劲了吧 好那我会提醒大家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 这里面是提到说 台友达的部分有望 就是有机会打入到 iPhone的一个供应链 那什么叫有机会 就是可能会有 但也可能不会有 换句话说到最后呢 这当中如果没有的话 他也没有说谎 因为他只是跟你讲有机会而已 对不对 那重点是当你看到这一则新闻的话 那他到底最后会不会有 我跟大家讲 如果有的话 今天友达应该是开高直接拉上去锁住涨停 这么大的一个利多 打入到iPhone的一个供应链了 应该股价强势喷出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友达的股价 早盘看到开高拉高上去 大家听到这一则利多 很多人下去抢了之后呢 开高拉高马上压下来 压下来反弹 今天就过不了他的均价线了 这里有一条比较浅的一个均价线 你们发现反弹都过不去了 压回压回压回 收盘也收在均价以下 那这个部分你就要去思考 在技术面上面来看 都有重要的意义存在 那再来看到友达的部分 再来观察 大盘指数现在拉回来 在季线附近做一个震荡回车季线而已 你有没有发现友达 我之前就提醒过大家面板景气功过于求 不要再碰了对不对 那他早就在这当中 二月份的时候股价是跌破季线 反弹碰到季线就下来 现在再反弹 这时候放了一个利多说 有机会打入到iPhone的供应链 那结果呢 股价开高又是碰到季线 马上就下来对不对 那你会去想一想 这一波都谁在买都融资 融资代表的是散户一路在加码 那为什么股价都在际线以下 去想一想 这是真的利多吗 真的有机会打入到iPhone的供应链吗 还是又是一个假利多在骗你的 那这散户在买的过程当中谁在买 那他是弱势股还是强势股 弱势股有反弹有利多 该怎么去做操作 都提醒大家要特别谨慎 那为什么要提醒大家 这就是我说 其实指数的部分在这里来回震荡的时候 我们带大家做的不是指数 我带你做的是股票 那股票我不会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这个也好那个也好 什么通通都看好 然后涨上来的就说 我有讲过这都是我的 我不会这样 我会很仔细的帮每一个会员朋友 区分清楚谁是强势股 谁是弱势股 那强势股有转弱讯号 我也都会提醒大家 那重点因为这个行情 你一定要去做好这样子掌握结构 太弱折强的工作 不然你赚不到钱的 那我再举个例子 像这当中前阵子三月底的时候 大家都在谈论功率放大器 PA的一个股票 孔杰科那时候股价涨到71块6 对不对 那当时融卷已经被嘎到最高点了 几乎就是这当中写本无归 融卷的成本平均在33块 嘎到60几块上去 大家说这里会有嘎空行情的时候 我们提醒过大家 这里的红杰科反而要小心 K线已经出现长黑吞噬 小心融卷回补日 融卷已经强制回补在高档 血本无归的时候 就是什么大户出货时 所以当时也提醒所有会员朋友 所有投资朋友在电视上提醒过你 红杰科这里怎样 已经有大户在出货了 对不对 那这是我做股票我常常说嘛 有大户在出货的股票 这里就不要再去碰了 对不对 那结果呢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今天指数小跌18点 红杰科杀到跌停下来 杀到跌停剩下多少 从那个时候71块6 我跟大家讲要小心 谈上来都还有69块4 对不对 现在跌到多少 58块3了 这一跌下来 已经又跌到超过10块钱不见了 是不是 我都有提醒过大家 弱势股该出要来懂得要出 当然我不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 上市归公司这么一千多档 我每一档都解给你看 你的股票我也看不到 对不对 所以我会跟大家讲 我真的很想帮你 因为我们也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可是你要让我们找得到你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现荣老师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来帮你 帮你把手上的持股的部分 好好来做一个调整 转弱的股票 像之前的红杰科 像之前的联发科 像之前的宏达电 该出的赶快我们资金先收回来 我带着你来做一个出托 带着你给你最诚心的 最专业的建议 然后资金我们才能够帮助你 做最有效的运用 千万不要等到股价都已经大跌下去 像很多投股老师 告诉你买一些低基起股 然后股价一个一个破底 崩跌三成下去 甚至跌到像圣华一样下市了 那就来不及了 对不对 趁着来得及的时候来找我 那我帮你持股做个调整 才能够锁定接下来 我们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尤其在车用电子里面 包括TPMS胎压侦测器 2018年中国规划也要将TPMS 列入到汽车标准配备了 成为TPMS新的一个战场的时候 新的一个机会已经来临 对不对 V2V车间通讯系统 美国现在也准备强制力把 未来新车也要配备V2V 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变成下一个TPMS 这也是我们正在积极锁定 ADS先进驾驶辅助系统里面 这里面又有什么零组件 像当时的起机 像当时的仪顶一样 又能够让你这个大赚一波 赚一个大波段的利润 我们已经在锁定全新的黑马股了 我们已经在锁定全新的黑马股 最近大户正在低档进货 技术面转强讯号出来 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也想把握机会 想把握下一个乙顶 下一个起机的投资朋友 我们都欢迎大家 加入极品操盘团队的行列 让全市场最专业最用心 以及最具有诚信的一个操盘团队 来帮你做好持股的调整 避开弱势股 找到真正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最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下一支乙顶 下一支新日清就会是属于你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待会广告时间 会有我们的服务电话 欢迎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那今天大盘拉回 又想加入的投资朋友 都会提供不错的丢会给您 欢迎大家把握机会 我们明天见 当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